我个人提交了关于加大东西部科技合作政策支持力度的一个提案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统筹解决城乡教育 均衡化发展问题这样一个提案 再一个就是延明提了一个关于进一步优化东树西算 重大工程布局的提案 这三个提案呢牵扯到教育科技信息 我要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 那就是振兴西部 教育凭空呢是最重要的制品因素 也是最难补齐的发展短板 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教育扶贫根本目的就是福智富能 解决困难群众的能力贫困问题 那么从长远来看呢 我们教育呢是帮助农户拔掉穷根 稳定脱贫的重要途径 也是阻断凭空代际传递 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核心举措 网络上有一些大V一些教育博主 他们通常讲专业呢 封为吃香专业 还有的呢认为是天坑专业 这些所谓的天坑专业呢 在科技创新 社会发展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专业的选择 可能目前短时间看固然重要 但它只是人生职业规划的起点 所以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当中 广大青年应当认识到 职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 这样一个动态过程 所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以及特长培养灵活的思维和 持续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胸怀理想 自从高远奉发图强 不为天坑专业 吃香专业所获 积极投身祖国的建设 首先是政策的助理非常重要 就叫西部地区的重点产业和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在科研项目立项 科技奖励等方面能够给我们西部欠发达地区 趋励性的政策支持 另外一方面还需要经费的助力 进一步加大对东西部合作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经费支持 建立更加紧密的东西部地区产学研协同机制 搭建西部地区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 以及科技创新企业的交流合作平台 构建高校的科技创新供需对接机制 引进先进科技理念和技术 推移动科技创新跨地区合作共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